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来自ADV10A的毕业校友 就读广告设计系的 那时候拿的是奖学金 当时是为了要减轻家里人的负担 刚好也符合深情的条件 在除学的这一段过程中 我是在享受跟同学之间的学习 你可以学到怎么去沟通 怎么去合作 怎么去让自己的作品更好 它帮助我在除学之后 我更了解到一个作品 绝对不是属于一个人就能完成的 它是需要不同人的意见 不同人的想法 甚至有时候会意见分歧的时候 我们就在从中里面 找到一个共同点来完成 我毕业大概是在2012、2013年间吧 当时其实在毕业展的时候 刚好认识了陈在潘小曼老师 我的作品也很荣幸地得到了它的赏识 就是在它的安排下 当时的毕业展和我自己的各展被安排到老街展出 所以那时候很热闹 然后也带来很多我们设计系的回响 然后在毕业展之后 我们那时的邱美丽主任的推荐下 然后让我去参加吉隆坡的一个 Dungeon Highly Dash Art Competition 那是一个全马来西亚的绘画比赛 那时的主题是国家遗产 然后我当时是画了游身的这个标题 我也得到了水彩组的第二名 从毕业展拥有了自己的各展 然后再得到了Dungeon Highly Dash这个比赛 慢慢地开始奠定我在艺术发展的自信 然后慢慢我也喜欢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进 在做了很多项不同的活动 慢慢地我们发现到艺术这个东西 还可以更多样化 我们就开始往音乐这一块去探讨 去尝试 所以我除了在绘画方面 我也有在作词方面这一点 去研究跟进行 在艺术推广的这条路 我们其实得到了很多的支持的声音 可是我们觉得艺术在马来西亚的话 它还不那么地活跃 我们是希望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怎么再继续前进 这是我们目前遇到的一个瓶颈 所以这一年我们开始会做内部提升 开始先从审视自己开始 我们希望以未来的作品是更多的层次 然后有更多的深度和共鸣点的 所以我们的创作我们会以绘画音乐 甚至一些影像的制作来结合整个创作的概念 近期的作品的话可以看得到的 是在SDS本安一的壁画 因为那个地区叫彩虹 然后我们就跟SDS配合说 以器材的方式来做这个画面的构图 找了位于彩虹的美术学院 然后让他们跟我们一起参与画壁画的感觉 所以里面画面有五个主角 他们都是来自马来西亚 第一个是华人 马来人 印度人 另外两位是跟着家里人 移居到马来西亚生活的 日本人跟韩国人 整个画作我们叫Super Me 它的概念是我是超人 超越自我想像的这样子的人 概念进去 所以整幅画面你可以看到 它是想像空间非常的大 大家都有一个神兽在 而这些神兽有马来末啊 有犀鸟啊等等 它们都属于我们马来西亚的代表性动物 里面有一个很缤纷的蝴蝶 叫红颈翠叶蝴蝶 那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果蝶 所以我们把整个很有特性的东西 把它融入在这个壁画里 学弟学妹们在读书的这一段期间 其实她们可以 就感感的享受在校园的生活 在这个过程呢 她们要对自己 对身边的人 对世界都要有一定的敏感度 因为这个敏感度可以帮助她们 在创作的这个过程中 有更多的想法跟发挥 在学校的创作 其实它是非常自由的 老师大致上是没有限制的太多 所以这个时候同学其实可以更 更勇敢的去想象 去创造 发挥她们的创意出来 所以我希望是就好好享受在校园的生活 因为你只有在校园的时候 是最自由的 而且是不受限制的 在校园中的创作 别人的创作 这就是最重要的 大概是每个小学校 都没有做到 你看我 最重要的 这个健康 大师